所以我当初promise大家说 老板不发给你的 郑老师帮你在市场赚 我们真的赚到了台股第一 所以就让我们继续赚下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今天星期五 下礼拜一台股就要封关 所以时间所剩不多 但美股表现仍然是不错 美超为一路狂飙 Meta盘后 今天好像说大涨了14% 那很多的需求 什么Amazon 微软 灰打股项一路向上 就都是AI 全部都是AI的成长 那景越来越乐观 其实主流就是一个就是AI股 比起来涨不多啦 小涨个六几点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34分 指数回到18000点之上 那预估量有3000多亿还不错 其实重点其实也不在这个指数 就像我说我乐观看待过完年之后 就要挑战18619 3080元一度干掉西市的 这只是有一档四星是股王 但很明显的你有买你就大赚 而且赚个不停你没有买 其实跟跳空涨停板 因为空单好像在2月中旬 最织就是搭空的行情 9块几乎可能尾盘灯就亮灯了 今年格局就是如指资金因为ETF 等于钱都交到法律手上 比超主市场的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市场资金就大量集中在最强势的 产业趋势族群之上 到底涨停哪一路涨涨不停 始终没有人要买 财富的效益 至少你要懂得选一个对的分预师 我想正好是你最好的选择 AI股去年11月份就告诉你要买IP股 礼拜二四五八再拉到几乎快涨停板 现在已经几乎快涨停了 随时亮灯涨停 昨天洗一下今天马上过高 马上过高 81块11月份到12月份1月份 快要三个月 146到481总共赚了335块 高达230% 1000万 3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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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那么多钱买1000万 买100万也OK 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家族成员 会员朋友最大的红包 最大的年终奖金 所以我当初promise大家说 老板不发给你的 郑老师帮你在市场赚 我们真的赚到了 台股第一啊 昨天公布营收嘛 元月份营收 从2200万跳到4763万 月增105% 就符合我说的 从元月份第一季开始 营收开始逐季往上跳 完全符合预期 目前没有意外 也没有在delay 因为去年12月份 已经签了一些 据我了解是签了两颗新的IC 的新开 所以呢 初期部分的权力金 NRE的入账 就带动元月份营收 跳到4763万 月增了105% 而且这个只是 这一个新案子的权力金的 其中的一小个部分 后面还要还会认更多 第一季也会新的产品的量产 后面的出货量也会随之带动营收 也会往上停高 所以权力金的认列加 新量产的效益 营收目前就逐月往上 那新案子也不会只有 去年12月份签的 今年预计还有大概2到3个案子 陆续还要再签 还要再进来 第一季很有机会还要再签 所以我就说我初估今年获利 大概是超过20块 但这个部分我会逐迹来做调整 因为你签的案子 比如说签两个三个或者四个 多签一个少签一个 EPS的差异会蛮大的 签得少签得晚 因为签进来的时候是逐月刃 所以呢你也会影响 反映在今年的数字 所以我估计今年赚20几块钱 但是我会逐迹做调整 但不可否认的从146 已经赚到了481块了 这个JU等等应该随时准备亮灯涨均板 市场第一名的绩效 然后今天市新都已经涨到4000块了 想一想当初三年多以前 也是从148.5元涨上来的 市值在过去这三年成长了30几倍啊 未来这些股票都有机会啊 经济科这很有机会啊 很有机会 如果今年可以赚个20来块的话 恐怕获利搞不好 不会输给创意太多 那以创意的目前的价位 都有1600块钱 所以我就说经济科今年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先挑战自我嘛 突破当初615块的天价 我认为今年是很有条件可以突破的 那高点应该不会只是天价而已 所以就让我们继续赚下去 那GU科早上最高442 回到平盘附近小涨424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边将持股全部出新一趟 出新的原因是一来也要过年 所以本来就你说买283到424 赚了141块赚了五成 1000万变成1500万 我想这个真的也是相当丰硕的获利的 所以这边先走一趟 资金收回 让客户手上有更多的闲钱 在过年可以爽爽的在国内花 出国花的OK 就获利入带 那另外卖掉的原因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也公布了十一十二月份的获利 并不高 那我大概精算了一下 十二月份的获利好像只有0.03 好像只有0.03 所以这个获利其实 我认为真的太低了 因为十二月份的营收是高达1.89万 1.89亿 那原本如果说它是一个全力纪元收入 照理说这应该都是净利 EPS应该是非常的高 但获利只有0.03 看起来这个不是全力纪元收入 好像是一个相关的软体的收入 但是那个好像类似是一个过水单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利润 所以我对这个数字 我认为就是不如预期 所以我这边就先出一趟 而且事实上出完之后 现在股价回到410块钱 所以我们还是出在一个相对漂亮的位置 没有出在早上最高点 没有 但是出在四二四 我们赚了五成 我认为相当的不错 那现在股价回到410了 那就等过完年之后再说吧 反正要过年了 以后都还有操作机会 因为今年趋势毕竟还是不变的 只SERVENT的获利 我认为这个有低于预期 所以这边就先走一趟 然后光中讯的前提 礼拜一找盘买进当天锁涨停 礼拜二涨5.7% 礼拜三又涨停买113 昨天创新高117块半 今天高点还有115块半 当然短线涨多 封关前南米有些获利回堵卖压 但是就像我说的上档其实是已经没有压力了 所以封关之后应该 开门之后应该要持续往上标 因为上档没有压力啊 上档没有压力 那我们是买96块 前后四天最多赚了21块半22.4% 昨天事实上在高档 我们调一些股票了 理由都很简单 快过年了 有赚两成的也是一些放口袋 但因为上档没有压力 而且今年有矽光子的 它的技术产品是领先的 大概第三第四季陆续就要出货 印度的大单 这边没有改到 大单 带动今年获利上看8块钱 获利会高于华新光 那华新光目前股价都还有大概146块 那前顶110出头 所以我相信这个都还有比价供钱 所以昨天高档调节一半 赚超过两成 留一半持股续报 好 这个部分就可以报股过了 好 可以报股过了 那高价AI05件的部分窗户 盘中最高2.8%来到1085 我看刚刚不止 刚刚最高来到1095块 然后离前面的1100的高点 其实就差1mm了 而且短线12345 放大一点来看 连续5天只有一根不是红K棒 有4根的红K棒 如果你常看我节目 你就知道说这个叫做吃货盘 那所以是要过高了 今天如果可以收到这个位置的话 会创下这一波段收盘价值的新高记录 maybe 礼拜一 封关那天或者开放盘 应该随时就过高 而且过高比达短 因为美超微大涨 连续新的大涨 代表今年出货非常没有 AI伺服器的出货非常非常好 那它是美超微的供应商 今年AI伺服器的导轨的出货 将随之大好毛利会带动超过六成 今年估计可以赚45到50块钱 明年七八十块 那我也说它就很像多年前的大力光 在智慧型手机市占率最高毛利率最高 EPS最高 所以那时候股价一路涨到六千块钱 我不敢说它未来要成为股王 因为IP股实在太厉害了 三千四千未来要涨到几千都不知道 要超过IP股成为股王不容易 但我相信以一千出头的价位的窗户 如果今年四五十 明年七八十的获利 以这么高的毛利率 而且是上游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本元比三四十倍 未来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就股价空间 我认为还有三倍以上的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中大资金的朋友 在操作所谓的波段行情的一个 非常好的标的 所以喜欢操作高額股 喜欢操作波段操作 赚波段的利润的 你都可以来找赵老师 我相信我会是你最好的分析师 或者说便宜卖掉 居有科卖掉 那我们陆续把一些资金 或者昨天还要卖掉滑讯 就开始布局 封关前一定要买的新的标股 叫做封关币买股 那昨天涨盘买了一档 盘总涨6.4% 那今天一度大涨9.4% 也是差一点点就要亮灯涨停板 封关币买股霸叉叉叉 表示昨天买的先赚一根 今天早上买的 就是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它跟当初前景一样 低档整理四个多月 刚刚要发动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强调说 我带你买的两档新的标的 不是说已经在天上飞的 标到外太空 标到宇宙去的 我没有要你去追高 反而是涨到那种很高的位置的 我陆续做一个获利条件 因为要过年 但是在拿里面一部分资金 去布局低档刚要发动 可以报过年 过完年之后要大标的股票 就过年前忍不住就先标起来了 就先涨到快要涨停板 昨天买就已经赚10%了 这是第一档 风宽并买股8XXX 股价整理四个月 第一档刚刚要发动 那另外还有这一档 也是风宽并买股3XXX 昨天早盘买进盘中涨7.38 创短线新高 今天早盘押回盘下低档 再做一次买进 目前股价在平盘附近 还在等大家上车 这个都是风宽并买股 买来报股过年 开放盘就已经一飞从天 股价整理四个月 低档刚刚要发动 所以我的操作节奏 一直维持得很好 当什么五成一倍的 往上慢慢调节 在抽资金布局低档 刚要发动的全新的标的 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跟上 黄鹤前顶四天就赚了超过两成 其他的绩效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最新的风宽并买股 有两档一个是三开头 一个是八开头 那这一档今天已经几乎涨停板了 那这个还在原地还没发车 等大家赶快上车 发车之后就一飞冲天了 都是低档刚发动 不是涨到天边的 所以今天只要YT或者 在留言168加2加2 就是两档股票的意思 以及你的联邮电话 就带你来买最新的两档 封关必买股 祝大家超顺利 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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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愉快